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战 而在日本方面 这一天 他们正在调兵潜将 跨过河北正定的湖陀河 穿越燕门关禁机太原 并在河北过路线举行入城仪式 我们一起去看看 那些让人痛心入骨的历史照片 10月10日 占领燕门关后的日军汤浅部队 朝太原行进 秋天风萨萨 群狐马行急 一千多年前 诗人刘细一例一句诗 跟照片中的场景非常相似 燕门关是长城上的重要官派 以显著称 被誉为中华第一官 有天下酒赛 燕门为首之术 不过 燕门关也没能阻挡住日后侵犯中原的脚步 10月10日 占领燕门关后的日军汤浅部队 军车和马队一起朝太原逼近 这个时候的日后估计没 有想到 燕门关和太原 虽然被他们得攻下了 但是整个山西对于日本人来说 却是一个泥塘 深陷其中的终究没能实现其从山西路过黄河进集中原的幻想 10月10日 行驶在新口到太原公路上的日寇舱潜部队车队 滚滚铁骑 非常威风 不过就是在这个地方 几天之后 抗日军队进行了一次伏击 一共打死日寇500多人 击毁骑汽车30多辆 10月10日 河北镇定 占领故土和岸边战壕的日寇部队 这公式应该是抗日军队修建的 可惜他和湖陀河一起都没能阻挡住日寇前进的脚步 10月10日 河北镇定 湖陀河上架桥的日军工兵 日寇突击部队 占领湖陀南岸后 便开始架桥让大部队通行 同样在10月10日 河北省镇电湖陀河上 另外一座桥已经架好了 日寇正通过木桥通过湖陀河 日寇渡河的方式也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士兵走路过桥 军官则职 接征用老百姓的船来渡他们过河 这张照片同样拍摄在10月10日 10月10日 山西郭县沦陷了 似乎刚刚进行一场战斗 照片中的炮弹 是抗日军队在撤退时留下的 这一天 在山西郭县 同样还有抗日军队留下的重击枪 照片的远处 还可以看到郭县的城楼 在华东战场上 10月10日 日寇在上海洋行这泥泞的道路上 艰难的前行 不过对于日寇来说 这时候 华东战场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因为比他们更难 难千百倍的是阻击防守他们进攻的抗日战士 10月10日这一天 日寇还有石家庄的货路线 举行了入城仪式 史料记载 这一天 我军也正式撤出石家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